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有千通教育出品的企业技札特监控入门相关视频 接下来的话给大家去讲一个这个札特的网络发现 首先的话其实现在的话 札特监控的一些基础的大多数东西 我们都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但现在的话有同学说 这个既然我们能自定模板 那么模板导处方便我们这个快速的 去给机器添加他所需的监控箱 那现在假如说我们在某一次突然上新了 既代服务器 那我是不是这既代服务器需要一个一个去添加 这样不是还是很麻烦 添加完之后再去绑定这个模板了监控箱了等等一堆的东西 是不是很麻烦 不是这样的 这个的话 在JAPS做完之后 他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是什么网络发现 他就通过扫描指定的网段 去扫描这个网的主机 然后找到主机之后的话 他会根据你相应的动作 指定的动作去执行一些任务 最终去实现 比如添加主机了 然后给这些主机绑定一些模板了 然后这个的话用起来就增加方便 方便我们快速的对某一个网段去添加一些这个机器 方便我们快速的这对机器进行一个出击的一个监控 好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网络发现的话 他的优点的话 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加快JAPS的部署 另外一个是简化我们的管理 他的发现方式的话 大概有 这几种 一种是这个IP地址范围 另外一种就是通过客人的服务 然后还有就是通过JAPS的响应 还有SMP的一个响应 他发现的过程的话 网络发现过程突然报告 完两个阶段 一个叫TitCover 一个叫Action 什么叫TitCover 就是他怎么去扫门去发现这些 以及另外一个就是发现这个机之后 后边要有一些相应的动作 他不光发现它是吧 发现之后你还得有一定的动作 对啊是吧 得需要有一点动作 什么动作 比如把它加入到主机 给它关联个模板等等之类的 这些都是啊 动作都是动作 好 那我们来下来去看一下TitCover 然后 我们发现的话 JAPS定期扫描规则中的IP地址 然后检查的频率 对于每个规则都是卡配置的 每个规则都有一组用于 为IP地址执行的一个服务检查 由于这个网络发现模块 而执行的服务与主机 每个监察都会生成一个发现的事件 所以想用它的这个事件 大概有这么多 比如说Sero服务启动 服务当掉 然后主机发现主机当掉 然后这个 Servent被发现 Servent发现 然后Servent丢失 然后主机发现主机丢失 主机丢失 然后这些都是它的这个 我们可以去发现它的一些机制 Servent的机制 然后下来就是动作 动作的话就是 这个我们在这个网络发现中 它可以出发的都有哪些动作 但是这些动作的话 前提是要 以什么作为出发机制呢 就是我们的Discord Event Event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作为它的一个出发的机制 我们来看一下 Action大概有以下位的机制 第一发送通知 然后添加主机和删除主机 然后启用和进行主机 向组中添加主机 然后这个移除组中的主机 然后从模板连接主机 或者取消连接 然后执行一些远程脚本 这些事件的配置 还可以基于设备的类型 IP地址状态的上线的离线的等这些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还可以通过网络这个发现 网络的话 这个时候你需要通过添加 比如说你有这个SMP的检测 还有这个 比如说某个服务想要给了Argon 或者或者SMP 这两种接口都能够建立 如果同一种发现机制 返回了非唯一的纸 第一个接口被设为默认 其他的都是额外的一些接口 即便是某株 一开始是只有Argon的接口 然后后来继续通过SMP接口发现它 同样的话 也会给它停在额外的一个SMP的 一个 这个接口 我们其实知道这个你配亮面去装水 这个麻烦 也不太方便 但是我们把亮面 不用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有了 然后把这两个包去 然后把这个地方有了 然后把两个包去 我觉得我们看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装画哦 然后把这一块 就是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也是网站 那大家就这个地方 number 但是我们现在 κά rage 你ah viu 那我们就装同样的版本就可以了 我们去把两个包去装一下 好 装完之后的话 现在我们去配置我们的一个服务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只需要配置一个什么 主机名 其实这个的话 你还记得我们去安斯巴吗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什么 安斯巴 因为你会发现 他去安装过两个包 然后修改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host的内容 那还记得我们就可在安斯巴里边 我们在安斯巴里边 就有个地方 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我们这个 安斯巴刚host 是吧 什么这样的一个参数 这样参数 去配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这个地方这个名字 最好和你本期的host name 是你知道 好吧 host name 比如说我们这个host的内容是什么 那你就要在你这个地方去配什么 配置 配置完之后 下来我们就干什么 通过v-s-d 在下面添加 就可以扎用 添加这样一个权限 我们 不我们先不着急启动 我们先不着急启动 我们先去设计规则 我们先去设计规则 好吧 自动发现的规则去怎么去设置呢 这个是在我们配置 这个地方有什么 自动发现 创建发现的规则 好吧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 d 设计 自动发现 好吧 然后你的这个IP段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机器是 这机器是 I0 那我们就不用扫那么多 扫的多的话 反而 比较浪费时间 我们一交交易端168点 啊 还不是1 是1点 我们就从 1.10少到20好吧 这样我使用21吧 我不知道他是必须先是吧 就少到21 刚好包含我们的20 包含我们的22 然后间隔的话 这个地方一个小时 其实足够了啊 这个时间给他摔下 这个就是时间一个小时足够 但是我们 为了加快 我们扫量的速度就改了 是吧 一分钟 一分钟 但是我 你在实际的这个 顺畅好程中 千万不要搞成一分钟 搞成一分钟 你搞成一分钟的话 你会对你的杂费色 造成的压力比较大 而且的话 就是 当你这个 扫完之后 当你扫完之后 呃 然后所有的 这个自动发现 都发现完了 即时发现什么 即时 把你这个自动发现给关掉 好 那检查他通过什么去发现呢 我们通过这个 看一下 我们扎笔客户 阿根的扎笔客户端 好 端口1050 建置就叫 C 他妈 用内蒙就可以了 然后干什么 添加 你添加好 这个时候就添加上了 添加上了 他去通过扫描这个 呃 C 他妈用内蒙 看 C 他们用内蒙 好 这个地方就是C 他妈用内蒙 然后唯一 信用的话 就以 IPT字 就IPT 然后可见名称的话 就叫 就用我们用这个吧 有这个 作为他的一个可可见名称 呃 叫主机名也可以 主机名也可以 或者你用这个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的 好 这样的话就加快了我们的自动发现的 这样的一个规则 好 添加 这样的话 你有多了一个自动发现 我发现 好 多了一个自动发现 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这么发现可不可用 就因为我们刚用了是吗 C 他没 呃 用内蒙是吧 好 我们来 在 soro的 这个地方要在soro的 你测试啊 这是 这个是 啊 跟你们 IP 1 1 2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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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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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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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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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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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 模板 好 与模板关联 关联哪个模板呢 关联我们的 找到我们自己的模板 好吧 我们自己的模板叫TimeAnnie 好 他俩都关联上 关上好 添加 好 添加 添加完成之后 这个动作就做完了 我们做完了 然后干什么 添加 添加 OK 好 那我们现在自动发现规则有了 动作是不是也有了 当你自动发现 发现 他 他是干什么 他是通过扎着阿根的这样的东西去扫描 我们配置的这个10到21这个网络 去扫 让他发现有新的阿根特 就这个网络里边新的阿根特 好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自动发现 发现成功 发现成功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event 是一个什么 实践 然后这个实践的话 我们要和这个动作关联 他就会触发这个动作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动作里边做了什么 一 添加的主机 二 添加的主机群组 然后去关联一个模板 是吧 那个模板 好 关联成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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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干什么 下来 我们就去启动 这是我们关联的一些 这个对待 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少一个 但是这个没关系 就是你这个 但是还有一些 但是还有一些 比如说 自动发现的这个状态 等于阿华 其实这个天 ok 天上吧 天上吧 好 天上 天上之后的话 下来就是我们去关联这个动作 什么都可以了 可以了 然后我们还要干什么 我们还要去启动这个服务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状态 状态 状态 是一个让 我们盖回去 好 把头 我们盖 盖的不到 我们的host name 我们还没盖的到 没有盖的到 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盖的不到 这个地方盖的不到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 抓不到 他说检查成功 成功访问 并访问什么模样的一个配置 但这样的话不符合我们这 这个要求 我们最好是能够直接会能带来机器的一个 这个机器的一个名字 这个一个名字 我们看一下 一只能的一个每个都有 这个团团 ноstechn 这 哇 现在这个怎么回事 怎么还起来一个搜啊 这就出大问题了 这就出大问题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出大问题了 啊 这个地方配的这个server 我们这个地方配的server 稍微有点问题 我们这个地方配的server 配的是这个17202.1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一些问题 我们要把这个叫server给配了 因为我这台机器可能原来做过别的环境 导致这台机器 我们把这个搜 这个是一个座 121.1.3.0 啊 这边还是 这边数手把这边也配了 121.1.3.0 好 重新加图 好 重新加图 我们再去 OK 现在能汇集到 还可以 能汇集到才可以啊 能汇集到才可以 好 OK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点点问题啊 我们得赶紧快把我们动作去修改一下 我们动的这个地方的话 嗯 是那个这么发现 发现这个地方这个名称有一点点问题啊 这个地方应该不算U name 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host name host name OK OK host name 更新更新更新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iscover 好 来监测 这么发现 看有没有帮我们发现 OK OK 你看他是不是帮我们发现到了一台机器是吧 可能我们刚刚改的慢了 然后 之后没关系 他帮我们发现到了 搬到之后 我们去看一下 配置啊 主机 然后把这个地方 然后应用 就是说你看我们是不是多了一台机器 叫什么 这台机器是我们添加的吗 不是 我们没添加啊 没添加 不光没添加 而且你看他帮我们自动干什么 搞了一个监控项是吧 你看这个监控项 一个template nx 一个是不是phe-states 是吧 你看这个他不支持 这个没关系 我没介绍到这台 我应该有抓了 如果知道 就是可能之前上课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 他等一下这个地方就去支持啊 因为他这个地方不支持 是因为你上面压根就没有这个 这个ipm 然后这个地方 永远还会有一个 这个 这个里面 我们刚刚上有那个模板 上有模板 那个 嗯 那有时候这台机器可能是我之前做的实验 但是不影响我们这个地方 不影响 你看 现在我们是不是通过自动发现 通过自动发现 他自动帮我们发现了我们某一个ip道的 新的啊 新的啊 不光帮我发现啊 还帮我们添加成主机 然后同时是关联上一个模板 然后如果我们模板 对 我们要介绍我们模板里面 是不是还有图形啊 你看他的图形 是不是自动都加了进去啊 下来进去 ok 这个就是自动发现的一个好处 自动发现的一个好处 ok 好 那我们 后续当你有了自动发现之后 自动发现之后 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当我有一批新的机器要添加 我只要去用批量的画的一个脚本 或者是安斯堡等等这些 帮他们去安装阿根特 然后修改这个主机名 然后修改所有段的一个ip 去保存之后 去启动它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我自动发现规则和 action动作 然后让它自动去帮我们加入到被监控机器 加入到被监控机器 然后帮我们去做监控是吧 帮我们做监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话 关于我们这个Jabix自动发现的东西的话 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到这里结束了